王祖兰有钱我信,邓超有钱我信,李晨有钱我信,他有钱我难以想象。 奔跑吧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,几位嘉宾的报酬就已经不低,现在已经播出了六集,几位嘉宾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,身价暴涨,不过嘉宾们为了这个节目也很努力,付出和回报也还是很成正比的。 相信很多人会觉得,跑男兄弟团中,身价最高的当然要属队长邓超,要知道邓超在娱乐圈也是很多年了,也有很多的代表作,演技也是值得肯定的,身价一定不会很低。 还在王祖兰婚后好像也开始迎来人生的巅峰。 在内地爆红之后,他近日又接下千万片酬的真人秀。 挣了钱当然要买房了,在香港马鞍山公共屋村出身的他,近日豪至1.14亿购入海景豪宅一龙湾顶层豪宅赠送给太太。 李晨许多人都知道,她个人出身背影非常强大,是个名副其实的君二代,而其个人身家无疑也是不菲。 范冰冰冰如今都知道是李晨公开的女朋友,和李晨携手后,两人还被曝光共同在北京制备下一所非常人所能想象的豪宅。 无人不知范冰冰冰是个非常能赚钱的女明星,而两人如果好事成真,那么可以想象李晨是会多富有了。 陈鹤作品不多,但是副业却不少,服装行业。 饮食行业,电竞行业陈鹤都有涉及,而且做得还不错,甚至在上海还在和王思聪做邻居,陈鹤和王思聪所在的小区每平米房子要接近20万,陈鹤的家底还是很厉害的。 要知道,陈鹤当年因为离婚风播名声是不太好的,能留在跑男这个节目还是评级起身后的家底,舅舅陈凯歌,妈妈是国家一级演员,才能保住陈鹤在跑男的位置。 陈鹤虽然家庭很有地位,但是也不得不佩服陈鹤很有综艺感,也很会赚钱,现在的跑男,陈鹤也是搞笑担当非常好笑,还是很令人佩服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